为了推广滑步车运动 促进幼儿肢体发展 台东小老虎滑步车俱乐部 在立委刘兆豪 爱台东梦想计划的资助下 27号举办了台东首场的滑步车竞赛 吸引了超过上百位的小选手报名参加 比的不只是速度和技巧 也培养孩子的胆识以及自信 场面可以说是热闹又刺激 上车响起小选手们各个奋力向前冲刺 展现高超压车绝活抢道 双脚猛力滑压滑 让车子能够快快跑 尽管不小心摔车也没关系 爬起来再接再厉 台东首届幼儿滑步车大赛 27号登场 超过百位2到6岁的小车手 各个满足镜在赛道上奔驰竞速 也培养胆识与自信 动力是产生于小朋友双脚的踏蹬 产生动力让车子前进 所以这动作很类似我们平常在走路 在跑步的动作 滑步车行似脚踏车 但没有踏板全得靠双脚控制 除了培养幼儿肢体协调度 也能训练平衡感和体力 主办单位在立委刘昭豪 爱台东梦想计划支持下 透过赛事推广儿童健康运动 也借此增进亲子关系 最大的进步就是 他会不会放弃啦 就会很认真的训练 会专注于一件事情 非常高兴能够在这过程当中 也陪伴着这一群大朋友小朋友 共同在台东这块土地上实现梦想 那会骑滑步车的小朋友 他们之后在转换脚踏车的时候 几乎是无风接轨速度非常快 源自于德国的滑步车 是幼童衔接脚踏车的运动项目 近年来这股风潮也吹进东台湾 让台东的孩子 在享受滑步车乐趣的同时 也透过赛事达到亲子娱乐的效果 谢谢夏佳慧台东市报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